各位寶标们,Good morning! 现在的我们呢,在这一个backpacker的睡房啦 昨天晚上睡了这旅馆的经历呢 睡房看起来有点小,不过还有冷气 除此以外,我的那些包包啊 基本上还是可以放在另外一个 就是床铺的下面那一边 只不过是昨天晚上我太迟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要把我的那些backpacker 放在我的locker里面 如果把那个包包放在locker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传播就变大啦 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的活动 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应该就是放 为什么要穷游叻? 答案就是在问题里面 这个主题地方呢,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不可以太吵了 还没开始话题的时候,先看回我们之前的影片吧 虽然身体现在很痒,不过呢 还是要带大家来观光一下 我们现在在套路 好好好 好好好 先拿药 关于我昨天的elegic 敏感的问题呢 真的是谢谢各位保镖们在IG的留言 然后的关系 真的是 这是 从那边到那边这样塞 我们跑着喝了吗 嗯 真的 好 好 好 大家好,我是Rainbow阿宝 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就是 穷游的意义啦 自从 上次去其他城市 比如说拍了一天五块钱的影片啦 一天一块钱的影片活一天啊 在拍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机会去接触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甚至呢体会他们的反应 包括和他们的自体语言 这是我觉得 给我一个很大的人生经历 去体会生活 包括女人一个 尤其是我到了韩国 还有日本 跟他们那些的人沟通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影片的话 你可以点击在右上角这边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转眼之间呢 来到了KK这个城市啦 去另外一个地方 Let's go Kevin还有Leslie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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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 穷游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的生活态度 而且有人说穷游就是自助旅行 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 这个头颜养 全部养 全身养 你们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我们进来啦 哦 OK 然后这个是你第一次来的吗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来这一个房子 楼下我去 我来过这边啦 最好是你又来啦 我带你来 带你来 OK OK 所以我们再用点帮你 YES 这个是要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hotel 里面没有人啦 啊那啦我怎么办 这边呢这边呢就是 不要太吵 也不要太大声 我的背包装 Let's go 我以为这一边没有很好 没有很舒服 可是呢 当我过来之后 我发现到这边还有厨房吗 还不要紧哦 我在安古达那一边 book这一个 hotel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我的衣服啊 还是什么要用到的东西啊 要怎么样去解决 结果我来到这边 好像住自己的家这样子 看我身后 不单只是有这个厨房 还包括有厨具 还有风扇 还有冰箱 还有热水汽 Hot water 还有杯盘 汤池等等 再转个身后这边 就是有地方 breakfast time 7.30到10.30 哇 还有CG 外面还有导可女的 看你家 哈啰你们好可以拍吗 可以入镜吗 你们好你们好 刚才就是这个大姐帮我们 give your time 哇 有榴莲 man 不能啊太累了 身体太痒了 OK 就安顿了下来 继续 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 自助旅行呢 它是可以花很多钱的那种 对我而言呢 穷游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穷着也可以去旅游 就是说你用最少钱 或者最省钱的方式 去到很多的地方 并且获得最大的 生活旅游体验啦 总而言之呢 就是穷着也可以去旅游 很累啊 走一下 就看到这里的风景 现在越来越多云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穷游呢 因为没有钱咯 所以穷游 或者是可能穷 但也不至于穷到 没有钱吃饭的那一种 你如果要更详细的话 打个比方 你买机票的时候 马航 马来西亚船船船船很贵 那你就买亚船 A-Asia 如果你还是觉得 A-Asia很贵的话 你就选择不要吃飞机餐 如果还是觉得很贵的话 那你就不要带 超过7公斤的行李咯 你就可以省掉那个 Langage check-in的钱 又换一个方法来去思想的话 你不要坐 taxi 甚至你可以搭顺风车 如果你要拍谁 不好意思 要搭顺风车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坐巴士的 坐巴士也是很省钱嘛 而这种人呢 他就是 穷交通 就是穷机票啦 穷车票啦 穷船票啦 穷船票啦 穷 就是交通嘛 另外一种 就是穷食物的那一种 绝对哦 不会选择 吃大餐 改成为吃小餐 叫少一点 然后只是 试试 那个味道 气里 气里安美而已啦 三块钱 所以一定要吃 我不用吃 你要摸起头 你要抓着他的头 来吃他的身体 这一种就是 穷食物的 还有另外一种哦 就是属于那种 Morning 这是我睡觉的房间 穷 穷住宿的 啊像我今天晚上 现在这一边呢 我就是属于穷住宿的那一种 用注意神的方法呢 过一个晚上 就是你可以住 backback的地方 现在的时间是7点早上 早上要稀疏 要稀疏啊 要梳洗了 OK 现在我要冲凉了 Let's go 原本我以为 就是很邋遢 很住的不爽的 然后有很多不舒服的 冲凉房啊 什么都不好的 结果你发现到哦 这边的冲凉房也是很好 也有热水器 还有很多的这些设备设施 都超级的棒 哇你看看这边的宿舍环境 所以你只是需要一个床铺吗 而是快一个晚上 蛮不错的地方的 穷那么多的项目哦 就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够穷 如果这个东西穷的话呢 你就没有那个理由的价值 跟理由的意义了 所以说什么都可以穷着用 就是一个不能穷 那个就是 旅游景点不能够穷的 因为你出去外面旅游嘛 你就是一定要去看那些风景 去享受体验美丽的文化啦 有人问我 穷游的价值 如果你能够穷游的话 是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嘛 是见仁见智 没有说一定值得骄傲 或者是不骄傲 如果给那些已经是原本很有钱的人 他们享受旅游的方式 跟模式呢 可以选择很多种 他们可以选择穷游 就是说有钱的人选择性比较多嘛 给我们生活比较普及的 让他选择性就比较少 讲的那么多就是 知足常乐啦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分量能力到哪里 关于我刚才脾痒的问题嘛 刚才吃了很多的药 哇 几乎就是从吃药了过后慢慢开始消退 打针可能还不准备有效 可能那个针的力度没有这么强 Anyway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拍到这边啦 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啦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YouTube的comment下面留言哦 我下一集影片就是去着Buford的路程 我会跟大家分享关于allergy的课题啦 有兴趣记得可以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哦 如果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 也麻烦大家可以点个赞 like这个video支持一下 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所以啦 没有了 好 Peace 我是Rainbow阿宝 拜拜 等一下的时间 我们就要过去Buford 希望大家一起陪我进行期待 Let's go Peace